好,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泰鲁阁案的进展 那么李逸祥以及外籍移工阿豪两人共词似乎有些出入 因为一开始说开怪手的是李逸祥 那么结果比对行车记录器来发现 那么驾驶疑似是阿豪 那么剪警13号的上午9点多 将人在看守所的李逸祥以及阿豪分别 借题至花莲的地检署来问讯 那么厘清吊带以及怪手是谁操作 以及整起事件的真相 李逸祥是你叫阿豪离开的吗 态度传唤李逸祥 检调单位要厘清泰鲁阁事故当天到底是谁开怪手 原来见识小组在事故现场 找到工程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那个行车记录器主要找到的位置 是在那个隧道的左侧的地方 因为它是仪式说这个车辆第一时间撞击的位置 那找到的瞬间是大家是非常振奋 因为发现说终于可以找到 可以还原事实的真相的一个记录卡 检调单位根据事故现场找到工程车行车记录器发现 事故前开怪手的竟然是移工阿豪 还原事发前五分钟 当时李逸祥疑似在法夹湾卸下轮胎 掉头的时候工程车卡在边坡树丛 李逸祥立刻叫阿豪开怪手支援 自己则是在怪手上绑了一条 可以负重六到十公吨的吊带 叫阿豪把工程车拉上来 刚开始怪手确实拉动工程车 但重达十公吨的工程车 对吊带来说太吃力 不久后便硬声断裂 工程车坠落边坡下的轨道上 此时距离泰鲁阁抵达时间只剩一分多钟 阿豪眼见状况不妙 跑到隧道口不断挥手示警 但高速行驶的泰鲁阁驾驶 根本来不及看就撞上工程车发生悲剧 台铁花联公路段的断长及副断长 下午又被地检署传唤配合侦查 随着太鲁阁失误的证物陆续被发掘 检调单位也加速脚步 专案小组希望尽速查明事发经过 还给死者跟家属一个公道 记者综合报道